各位同學好 接下來我們複習做工 什麼叫做做工呢 做工其實就是達到某種效果 那這個效果有三種 第一個是抬高重物 比如說呢 如果我們有一個方塊 這個方塊是6公斤 6公斤 那它往下的重量就會是 6乘上重力加速度10 所以是60牛頓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它抬高 兩公尺 我們最少最少要出的力 就也會是60牛頓 我們可以出 跟它一樣重的力 往上抬 60牛頓的力 然後讓它上升 兩公尺 這樣子 這個叫做第一種效果 那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 一些簡單機械發現 就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把60牛頓重的東西 抬高兩公尺 這件效果 事實上可以用別的方式來替代 我們可以改成 用比較輕的力 但是拉久 推久一點 比如說這一個 左邊的圖 我們物體 還是一樣 是60牛頓重的 但是 我們這時候給它一個敲敲板 而且是1比2 兩邊的利弊的比是1比2 那這樣子 相信各位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 左邊是60乘以1 那右邊要撐住的話 就是30乘以2 那這種情況就可以讓 它平衡 可是接下來我們把它 往上抬 兩公尺 這個兩公尺 我們讓它變比較窄一點 這樣比較好 講解 變比較短 這上升兩公尺 可是呢 我們的腳 如果這個敲敲板可以延伸出去 那我們的腳 卻要往下延伸更多 對不對 那因為 這個棒子 這個板子是直的 那 既然左邊的往上撬 右邊就要往下 這樣子 所以 事實上 人的腳 就要往下位移 位移多少呢 它剛好是兩個相似三角形 所以這裡就是位移了四公尺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就是 60牛頓 然後兩公尺 60牛頓抬高兩公尺 的效果 相當於 30牛頓 下壓 四公尺 的效果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兩個成績是一樣的 而且 也可以換成15牛頓 然後 乘上八公尺 點點點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可以把外力 和位移 乘在一起 來代表 這個效果 好 所以做工 就會定義為 立 乘上位移 這樣子 那第二個效果是 我們會在 接下來會講到的 可能是下一則影片會講到的 做工 它第二種效果是 改變速率 讓物體變快或變慢 改變速率 像我們剛剛如果已經把它抬高 如果已經抬高了 那抬高了以後 讓它掉下來 抬高了以後 讓它掉下來 它就會變快 那掉下來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看成是 重力做了工 重力做工 然後距離越長 那速度就越快 所以 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會改變速率 對不對 我們如果從高度 H的地方掉到地面 那我們有聽說過 重力的做工 就是MGH H 在掉下來的時候 會 會越來越快 這就是改變速率 那這個我們到後面會再講到 那最後一個效果也是 在第四章會講到 就是改變熱能 改變熱能 改變熱能 用摩擦的方式 兩隻手互相摩擦 你就會感覺到有摩擦力 而且也有位移 所以這時候的摩擦力和位移 是產生熱 是產生熱 而不是變快變慢 然後也不是抬高重物 所以做工 它有這三個效果 最早是抬高重物 然後定義出的 做工是 就是力乘上位移 那接下來再延伸到 力乘上位移 其實有的時候可以加速 那就是第二種情況 那第三種情況 改變熱能呢 是屬於摩擦生熱 以及熱障冷縮 的做工 這個我們到第四章 再詳細的講 好這裡我們就先寫 摩擦生熱就好了 好那接下來呢 做工的算法 第二個重點是 力與位移 要平行 才有算做工 才算有效果 那這個我們上課的時候提過了 在頒獎桌 你要把獎桌 頒起來的話 力量一定是要往上 我們不會用 向左向右的力量 有辦法把獎桌頒起來 所以 獎桌頒起來 就是抬高重物 抬高重物這個效果 是由往上的力造成的 而不會是往左或往右 那還有我們如果要推動獎桌 讓它水平方向 或推動椅子 讓它在水平方向 往下加速 我們也不會去壓椅子 往下壓的力 是無法讓它在左右的方向加速的 好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把工定義為 跟力平行的部分 力跟位移平行的部分 才算是有做工 那這裡有兩種 比較常見的情況 第一種就是拖行李箱 我拖行李箱的時候 力量可能是 力量可能是寫的 但是這個行李箱 可能它的位移 卻是水平方向的 水平方向的位移 力 是由水平方向的力所造成的 它就不會是千值方向的力所造成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會取 取水平方向的力來算做工 就是我們把這個斜方向的力分解 分解成F平行 那事實上是只有F平行有做工 在這個情況中 是F平行有做工 所以做工就會是F平行乘上D 好 忘了補充 忘了講一件事 做工它的英文就是work 那我們是取第一個字母W 來作為它的代號 好 那第二個情況是斜面 各位有時候也會遇到斜面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可以分解位移 我們剛剛是分解力 我們把力分解為 垂直和平行 這也把垂直畫出來好了 但是垂直的部分是沒有用 好 那麼第二種情況比較容易遇到的是斜面 那斜面的情況 我們比較喜歡去分解位移 好這是一個斜面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物體 是從斜面上滾下 那滾下以後它的位移就是斜面的長度 那它受的力是重力 重力是 這一個 橘色的這個 重力 那我們這種時候呢 我們比較喜歡去分解位移 分解位移的話 我們就把位移呢 分解為 牽直方向 以及水平方向 以及水平方向 這個就是第一平行 以及 垂直 垂直 垂直是指 跟它的力量垂直 跟它所受的力垂直 所以這種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真的跟力平行的部分 只有低平行 那低垂直是 沒有跟力量平行的 那如果說我們把力和位移的夾角 力和位移的夾角 叫做θ 那我們 我們先把第二種寫完 第二種就是力 然後去乘上位移平行 那不管是第一種第二種 第一種的F平行其實相當於是Fcosθ 那第二種 珠平行相當於是 珠cosθ 所以其實綜合起來呢 都可以寫為F 珠cosθ 那事實上呢 這就是內積 就是F V 和位移的內積 這就是做工 那最後再補充一下正工 副工 以及不做工 我們會根據底下這個式子呢 我們可以分為 cosθ 是大於0 cosθ 大於0 就代表說 θ是介於 0到 90度之間 那這種情況就是 做正工 F這時候就是做正工 那如果說是cosθ 是 是小於0 是小於0 的時候呢 代表 θ是大於2分之 排大於90度 那這種時候呢 cosθ 是負 這時候算出來的F 就會做負工 那最後示下一種情況是 cosθ 等於0 的時候 cθ 等於90度 那這時候呢 這個F 不做工 不做工的情況有一些 那像是 像是正向力 正向力在斜面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不做工 那像是等數嚴重運動的向心力 等數嚴重運動的向心力 就是總是不做工 因為它跟 我們的 它跟我們的 速度方向 永遠是垂直 我們瞬間的移動方向 瞬間的移動方向 是這樣 一瞬間 速度向著右上 但是我們的向心力 卻指向圓心 速度沿切線 向心力沿法線 所以向心力不做工 本來想要舉正向力的例子 正向力的例子 但是其實正向力有的時候 還是可以做工的 比如說 在一個電梯裡 在一個電梯裡 一個物體呢 受到了 向上的正向力 電梯正在上升 這個物體也跟著上升 然後上升了 珠 那這樣時候 正向力就是還是有做工的 那什麼時候正向力不做工呢 就像是在斜坡上滑下來一樣 在斜坡上滑下來的時候 正向力跟 位移是垂直 這樣就不做工 我們 舉一下例子 有時候 我們來做工的 理工的 入力 入力 在斜坡上滑下來 我们这里画了一个方块 它正在斜面上 那它从斜面上滑下来 滑下来的方向是这样 这个是它位移的方向 可是呢 正向力这时候是垂直于斜面 所以这时候的正向力 是不做工的 所以这种情况 正向力就是 不做工 好那简单的介绍做工 它的来源就是有三种效果 最原始的就是抬高重物 那经过实验杠杆实验 我们发现 抬高重物其实是 可以用越小的力 但是位移越长 但是位移成长力达成的效果 总是一样 都可以把同样一个东西 抬高固定的高度 就像这个6公斤 抬高2公尺一样 好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重点是 力与位移要平行 才有效果 才有做工 那从这里我们 推出了做工的公式 当力和位移有夹角的时候 必须要用内积来处理 那最后呢 根据力和位移的夹角 如果是夹锐角 那力和位移 就会帮助它 更快之类的 那这时候 这个力是做正攻 那如果力和位移 是夹的超过90度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做复工 那如果力是 跟位移不做工 那这时候 它们两个夹角 就是90度 这样子